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事各位组长可以给我作证啊 是不是呀 回去吧 各位先请回吧 既然你爹爹是这个意思的 少爷 我看这事要先搁一搁吧 好啊 那就搁一搁吧 既然你们几位长老什么都做不了主 就赶紧回去颐养天年吧 我看岳少爷还得跟我们走一趟 为什么 向他列祖列宗来押我爹爹不成 冠冕堂皇的话说了也没用 我就说一点 今天岳少爷要是不去 以后张家的子嗣可怎么抬起头来做人呢 这是事关张家的声誉威望 于情于磊 都该由我们几位组长全权出林 行 行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 别想到美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 想赚点可怜是不是 小主 离开店 继续 跪下 要是一直能这样 该有多好 就回来了 我永远都不会再离开你 永远是多远 三年 五年 十年 还是二十年 永远 永远就是一辈子呀 我告诉你 咱们有想月象中了 真的 月象中 你们不能这么做 你们这不是要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住口 各位长者 可不可以容我带爹爹说几句话 老哥 老哥 这里可没你说话的份啊 别跟着瞎掺和 你 说吧 谢谢 我们张月两家既然已经重归于好 干嘛还非揪着人家过去的小辫子不放呢 常言道 与人为善 得饶人畜且饶人 这才是我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吧 那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咱们张家也有张家的戒律 这我倒要洗耳恭听了 这我倒要洗耳恭听了 好啊 念 你祖宗留下的家规戒条 岳相忠 你为父母之命实为大不孝 其媒妁之言实为大不忠 存侥幸之心实为大不仁 患得患始之举实为大不义 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我和张家修之徒 定要按家规言成不歹 听清楚了吧 这是张氏家族的家规戒条 与叶相忠有何相干啊 他触犯的是我张家后人 所以就必须按照我张家的规矩办 因奸烈狱之中 单番利鬼 都要过刀山下游锅 方能转时投胎 从心为人 故此阳间犯错之人 愿有回拐自心之意 也要从游锅中捞出刀斧 以示纵人 慢着 陈希愿意替夫受刑 你 你要替夫受刑 于情于礼都说不通啊 于情于礼 来自 那我就跟你们说说 什么叫情 什么叫礼 先说这家规 是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 康熙爷那会儿传下来的 怎么了 幸亏是康熙爷那会儿 要是能往前追溯 到节昼之时 割鼻蛙眼 零腰斩持都要用上是不是 死一时彼一时 怎么能同日而语呢 事不可同日而语 家规说得多冠冕堂皇 要是家谱 能追溯到上古蛮皇之事 你们是不是还要把他煮熟了分食不成 我们谁也没想过要他的命 在这危言耸听蛊惑人心 你们不是不想 而是不敢 别忘了 上面还有官府 你们用了家规 万一有个三肠两短呢 你们都是蓄意杀人 谁都免不了牢狱之灾 就算不让他下入锅老虎头 他也难逃贫柔之苦 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你们凭什么动用私行 说他是不忠不仁 不义不孝 我看 也是你们一面之词 父不追 母不咎 何来不孝 我们两人一缕婚嫁之时 相敬如宾 举暗其眉 又何来不忠 如果说幸存侥幸之心 那我倒要问问 既然他已经负荆请罪 为何还要来到宗祠 以求服众 这又何来不忍 如果说患德患失 请问大家 又谁没有过患德患失 他如果真计较得失的话 你们满口的伦理道德 又抵得过他的棍棒刀枪吗 他既没有动刀 又没有动枪 也没有出言不逊 这又何来不意 行了 行了 到此为止吧 今日之诗 容后在意 相忠 咱们回家 啊 我 我 可 文 我 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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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愿你们俩怨谁 怨你自己 什么 怨我 瞧你干着那点事吧 长言道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你既然不站在理上 我想帮你说话都张不开口 行了啊 你别跟我一套一套的 我张雪芒就这么个人 有什么就说什么 不像你 我怎么了 当面是人 背后是鬼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着 跟着你一块添油加醋 煽风点火 不说话你能死啊 那用得着你在这儿慷慨敬揚的吗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不你这事闹得收不了场下不了台 真闹大了你还能占上什么便宜啊 我 我愿意 侠 着得苦 你玩 不你 可是是啊 行 叶子 叶子 我已经准备好了 宋本浩 你去 宋本浩 他们是谁吗 我知道他们是我的对手 就已经足矣 其他的 我不感兴趣 我给你提个醒 他们都是享誉整个日本的 空手道九段黑带高手 你敢跟他们较量吗 我才不会管他们是九段还是十段 在我眼里 他们全都是月相忠 妖心 我还不说 我还不说 你自己开始 我还不怕 你不是 我已经是 我还不说 你还不说 我还不说 你自己的 我还不说 你也不说 我还不说 你还不说 我还不说 你还不说 我还不说 是 你怎么回事 廢物 不是要为你的父母报仇吗 都是杀害你父母的仇人 放 杀害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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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起来 如果你想成为真正的武士 你必须给我起来战斗 走 到了 程老爹 稀客 真是稀客 快去坐 好好好 伯父 屈居薄礼不成敬意 请笑纳 看看就行了 带什么礼物 干儿这次回来 从国外 烧活了一些新奇玩意儿 客家亲戚都有一份 你成家 当然也不能落下了 这些孩子里头 我就看学干 最出喜 最有心的 多谢伯父夸奖 谢谢 宋叔呢 怎么没见他 我来了 宋叔 这是你们大十八变 越变又好看了 谁说的 只能是越变越老 越变越丑 好 好 我是 别窝 这么多天了 不知道柳月飞有没有消息 如果有的话 请您务必要告诉我 你别我 不是你想的那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说什么意思 你搭着我的面说清楚 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我哪一点比不上他 比这 这种事 这种事怎么比 这没法比 我连跟他比的资格 都没有是吗 不是 别误会我 真不是这个意思 你别碰我 素素 素素 你看 给我 本来就是给你带来的 谢谢大少爷 你叫什么 大少爷呀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怎么不对了 你不是丈夫的大少爷了 我的意思是 素素 我们什么时候能结为秦晋之好啊 这个 这个我听我爹爹的 我的意思是 敢走不敢晚 他们也老大不小了 选个黄道基日 我们就给他们办了吧 不谋而合 不谋而合呀 我也正是此意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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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你把信还给我 我把它撕了可以吧 你把信撕了 你心里能撕掉它吗 你心里能撕掉它吗 你们俩以前有什么 我都可以不管不问 可是既然你已经回来了 就说明你心里承认了我这个妻子 我把你的心收回来 这难道过分吗 不过分 你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吗 够了 我受够了 你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吗 我只是想知道他现在住在哪儿 过得好不好 这样就够了 那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知道 他在你心里是最好最重要的 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过是你的妻子 其实你有很多地方都比他好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我对他也发过誓 只是一个男人不该洗心厌旧 更不该言而无息 你对吗 可是 可是是他抛弃了你 他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瞒着我 这点 让我最痛苦 他现在是个影子 既看不见 我只看不见也摸不着 我跟影子斗 永远都不可能赢 我打他一下 他也感觉不到疼 而他呢 他只要站在那儿 我的眼前就全是阴影 好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封信 我帮你寄出去 不过你要再给我一次机会 如果他还是杳无音信的话 你必须彻彻底底忘了他 不会再容忍你这样对我 我说到做到 你 叶子 你说你这是何苦啊 你说 你怎么就这么拿得起放不下 非得自讨苦吃 早知道这样 在南长的医院里 我就该要了他的小命 我还就不信了 杀了他 咱们就弄不到仓宝图了 哥哥 我告诉你 你要是妨碍了天皇的计划 小野会随时随地要了你的命 在外面的看起来 是尸体的 小野会 一破 小野会 仓球 天皇派来的密室又有了新的指令 是不是让我们马上去上清古镇 不不 去上清古镇的事还要我们耐心等待 小野先生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鸽子已经飞到了那里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怎么不信任我们的能力 宋美豪 你觉得自己的能力比你的父亲母亲强吗 他们都命丧尚清了 这个任务 你觉得仅靠带几个人称一时之勇 就能够完成吗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接受天皇陛下的拆迁 这鸽子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只知道他们是B组成员 我们是A组 现在要两组配合着完成任务 怎么 上头连我们都要防着 知那人有句话叫做祸从口处 不该你知道的 你就不要问 咱们的纪律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只能纵向联络 绝对不能横下 都没法联系 还怎么配合 八个 到时候自然能够联系上 这个不用你操心 这次我们是志在必得 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果断出手 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没有任何机会让我们再浪费 天皇陛下为这个行动 亲自起了一个优雅的名字 叫天籁计划 天籁计划 二弟啊 又什么事不快活了 我没不快活 我是纳闷 这事都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 你还纳什么闷啊 你说爹为什么就不找我呢 哪怕他骂我两句 我心里都输的 葫芦你卖了什么药啊 要我说你是真难伺候 前两天还担心爹爹找你 怕训你骂你 怎么 这会儿你 黑不提白不提的 弄得人家心里头七上八下 要我说啊 爹爹这就是故意地晾着你 让你好好地想一想 还想什么呀 想得我脑袋都大了 再这么晾下去 非晾成肝巴鱼不可 小哥 小哥 要不然这样 你帮我到咱爹那儿 探探他什么意思 怎么样 我去 你可真有意思 你让我陪你一块挨爹爹妈 我可不去 早知道这样 应该事先跟爹通个气啊 你早就不该弄这事了 我还不是因为你 你 我跟你说啊 你要这么着 以后可没人敢替你出谋划策了 好了好了 你放心吧二弟 要我看啊 爹爹不可能跟你撕破脸皮 他只不过是打个巴掌 给个甜枣吃 是 信我已经给你寄出去了 你就放心吧 时间不早了 睡吧 你放心吧 信我已经给你寄出去了 你就放心吧 你还没有小月相终了 真的呀 真的 真的 我现在是怎么回事 你 你 我 叶子 你这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吃东西吃坏了肚子 再加上这几天的运动太剧烈了 去把身体调理好 下次我不想再捡到你这种情况 叶子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都这样了 你还硬撑着 我说不用就不用 你别管我 你扶她进屋休息吧 她今天不用训练了 嗨 小爷先生 我能挺住 执行命令 嗨 你是找我来诉苦啊 还是找我来理论呢 不敢 爹 我是来认错的 一位堂堂的张二少爷 将来张府的掌门人 你能有什么错啊 爹 您别这么说 您这么说比打我骂我 还让我难受 你爹爹我现在还没死呢 怎么着啊 你就想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了 你是不是盼着我早点一命归期啊你啊 爹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那是胡说八道啊 我也是一时气盛 才做出了让您这么生气的糊涂事 我告诉你 张家谁借我的班 我心里有数 起来吧 哎 我孟坏 我是来自找我 这是我们的 我让你乱瓶 我让你再试着 我让你来 我刚刚毕竟 我好 男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もしかなile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过来会 affect OT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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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